各位大家好 现在小编要为大家来介绍 NG3500 它原本是手工具 去做一个外径倒角 对一个毛边修整 那如何 在电动工具上面使用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大量的弓箭 用手工具膜 这样子转 可能太慢了 也耗时间 那 当然小批量可能只有几只用这个手工具是OK的 但如果遇到大批量的弓箭需要修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电动工具 来做一个外径倒角的修整 毛边修整 也比较快速也比较省时方便也省力 那怎么用在电动工具上面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产品有 CH1970 它的外径倒角接杆 这个是否 电动工具专用的 那小编现在是用的是Makita 那其实是不管任何的电动工具品牌 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CH 1970 它这个 外径倒角接杆长什么样子 这个先放旁边 东西有点多 那CH1970它的接杆 这边 是一个六角头 它是四分之一的六角接杆 那是用各式的快速 夹头来做一个使用 那这边有一个Ping 就是安装在这个EX28 那EX28外径倒角刀刃 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使用范围 面取的使用范围就是8到28mini 倒角的角度就是90度 那Noga的材质的话 这一款的刀刃材质是 HSS 硬度是62到64 HRC 那如何安装呢 近一点 这边有个Ping 这边有个沟槽 我们把它卡进去 听到卡的一声就代表 也确实的装好了 也不会松脱 这样代表安装完成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安装到电动工具上 那安装到电动工具上呢 也一样要确认 不管哪一个品牌 都是一样要确认 看有没有安装好 避免 刀具松脱 刀刃掉下去 那就什么都不用修了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试一下 OK 这样子是有安装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 管径的一个毛边修整 这样就可以进行作业 也比较省时省力 方便 以上就是 EX28外径导角刀刃 如何把它变在电动工具上 可以使用 让你轻松的作业 遇到大量的弓箭也不怕 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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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